在一场友谊赛中 萨尔茨堡红牛3-5不敌切尔西 此一 日本前锋南野拓时打进二球 表现十分出色 赛后 英国媒体给南野拓时打了7分 这是萨尔茨堡队的全队最高分 日媒也胜赞南野拓时 直言他是天才和明星球员 上场改变了比赛走势 此一 南野拓时没有首发出战 但上场之后就改变了比赛走势 当时 萨尔茨堡红牛已经一到四落后 眼看就要吃到一场惨败 但在第85分钟和第91分钟 南野拓时先后打进两球 一个是点球 一个是门前强点 对中 萨尔茨堡三到五不敌切尔西 赛后 英国媒体点名表扬南野拓时 并且给他打了7分 南野拓时让欧连杯冠军吃了一惊 即便没有首发 但他登场后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球员 日媒则指出 南野拓时最近状态出色 四场比赛 南野拓时制造四球 打进二球 助攻两次 面对英超豪门切尔西 南野拓时奉献了天才般的表现 接下来 南野拓时将参加欧冠 他有望在欧洲最顶尖的舞台上证明自己 南野拓时今年24岁 何谓是豪同龄 都是1995年出生继续调的球员 不过 南野拓时在奥地利豪线竞爬门 萨尔茨堡站稳了脚跟 上赛季 他出场45次 打进14球 此外还有5个助攻 上赛季 南野拓时还在欧连杯上上演过帽子戏法 获得了周最佳球员 他也成为首位在欧战中 完成帽子戏法的日本球星偶员 值得一提的是 5年前 韦世豪不比南野拓时差 2014年U19亚青赛 中国队2比1击败日本队 那场比赛南野拓时有进球 但韦世豪更加出彩 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 这也是中国足球史上难得的高光时刻 如今两人差距巨大 南野拓时身价是500万欧元 而韦世豪只有40万欧元